近年來 電腦網路上的區塊鏈技術風潮崛起 搞笑的短視頻也風靡網絡 針對這些新技術和新的娛樂方式 中共又出臺了新的管理規定 被網友嘲諷在網路管制方面與時俱進 近年來 比特幣大漲大落 帶動區塊鏈技術風潮崛起 比特幣的每批交易資訊 都會被打包成區塊儲存在網路中 按新增時間順序 串聯成一條鏈 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 帳本公開 擔保著比特幣轉帳記錄的正確性 這個新技術觸動了中共的敏感神經 北京大學學生月薪去年4月發表公開信 表示自己因向校方申請公開20年前 長江學者瀋陽性侵女學生事件的信息 遭到校方施壓 消息立刻被官方刪除 但有網民將月薪的公開信放在了區塊鏈上 得以保存 中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在1月10號發布了 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 官方宣稱 區塊鏈技術 給中國帶來了所謂安全風險 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傳播違法有害信息 按照新規定 從2月15號起 區塊鏈信息服務提供者需要落實實名制 並不得利用區塊鏈信息服務 從事被當局禁止的信息內容 澳大利亞學者張小剛博士表示 對區塊鏈技術加強管控 難度超越以往 顯示出中共當局心存恐懼 也顯露出來他們對自己的未來 是非常沒有信息 對所有的信息的傳播都是非常的恐懼 1月9號 中國網路視聽節目服務協會 也發布網路短視訊平臺管理規範 要求網路短視訊平臺對節目先審後撥 同時公布的網路短視訊內容審核標準細則 給短視頻內容畫出21個大項 共100條紅線 包括所謂的攻擊我國政治制度、法治制度 泄露國家秘密、歪曲貶低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等 互聯網觀察人士古河表示 隨著中共要求媒體符合所謂的24字核心價值觀 娛樂性節目也越來越壓抑 短視頻才大量出現 其中尤為引人注意的是 在年輕族群中流行的談目 也是先審後撥的對象 談目指的是在網路觀看視頻時 談出的評論性字幕 網友不滿當局的網路新規定 紛紛留言反彈說 100條紅線 你這編織珠網呢 談目功能看來要玩完 張小剛認為中共加強管控新技術和新娛樂方式 反而使得年輕一代反感 成為潛在的反對力量 另外壓制新技術的使用和儲存 創新也是拖中國科技發展的後腿